大家好,我是马老师 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,我们都知道你好 那你还知道别的问好方式吗?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几个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职位好 比如说,王师傅好,李老师好 早上看到同学和同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早,早上好 和很久不见的朋友,我们可以说 好久不见,最近怎么样? 或者,你怎么样?最近忙吗? 和不熟的朋友,我们可以用一些动作 点头,微笑,招手 和很熟的朋友,你可以说 吃了吗?你干嘛呢?你上哪儿去啊?忙着呢? 好了,下次不要只说你好了 你学会了吗?回见!